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穿白衣服的人穿了15次球 传了20次球 我觉得白色衣服的人他传了18个球 传了好像是17次 传差不多20次吧 20次 有奇怪的东西吗 我没注意啊 没有啊 好像没有 不会再蒙我吧 中间是有三个黑衣服 然后有一个戴面具的 进来一个长得很像星星的人 我看到了 真的有一只大猩猩 我没看见 这么明显 真的 没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吧 我没有看到 没有啊 没有啊 变化就是几个人来回的总 没太注意 就感觉里面黑衣人好像有时候三个 有时候好多 有时候好少 除了这个先生还少了个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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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戴眼镜的小男孩走了 看到了 对 你说我 我看到了 真好神奇 太尴尬了 可能因为我的目光比较短浅 思维比较片面 主观意识影响比较强 因为我主要回答的问题是 看他还传了多少球 没想到别的问题 我很专注 就像那个相机聚焦一样 别的东西就模糊掉了 我感觉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注意力就只集中在自己想要 获取的信息上 而我对别的就不关心了 那您知道我现在在地图上 什么位置吗 您可以让一下 让一下 如果问路的人 有女生 忽然变成男生 大家会发现吗 新浪微博搜索大树菌 回复换人 收看精彩社会实验 这种社会是最大的 我想念 您的观看